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開箱一個Chanel的包包 那看這個盒子的大小也知道它可能是一個小包來的 所以呢現在我就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然後順便試杯給大家看 他們現在專櫃啊有一些如果你沒有跟他說的話 他會直接就沒有用這個短袋 因為就是他們有看像是有什麼安保的條例還是什麼活動之類的 所以如果沒有特別跟櫃姐講的話 他其實是不會用這個短袋的 OK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樣 但是在香港是這樣的 OK那我先打開囉 他們的OS包這樣 然後如果是經典款的包包的話 就會是黑色的紙 然後如果是其他的款式就會是白色的紙 好了我想我都是直接 為了不把它撕爛我都是直接把它整個拿起來這樣子開箱 雖然不是自己的包包但是就是那種猜禮物的感覺 所以會覺得特別開心 這個這樣子小小的 但其實我覺得Chanel的這個袋子的質感裡面 應該是所有的精品裡面 防塵袋最普通的 就是觸感啊什麼之類的都覺得 做工啊都覺得還OK 蠻普通的 好 它幫我裝成 裝這樣 就其實每一家店都不一樣 有些店就是會直接 把它折一折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有一些店就是會包成這樣 大家猜得出來是什麼嗎 OK然後 因為之前開箱過 大家應該對這個很熟悉 就是說明書跟那個皮革保養部 然後呢 現在才猜一下 他們真的包得很那個耶 包得很很仔細 而且現在這個啊 就是最近剛好就有貨 你知道嗎 不然其實超 不是那麼好買 尤其是黑肌 大家猜得出來嗎 應該 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吧 就是方帕子 就是方帕子 方帕子 這一款呢 就是還蠻經典的嘛 然後呢 最近就是都沒有出 V字皮 就只有小羊皮 所以 大家可能就覺得 沒有虛黑嘛 所以就是一定要 就是也選著小羊皮 但是呢 就是一定要配經典 而且他現在的經典 跟之前的經典不一樣 他現在的經典是 他現在的經典是 淡金色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淡金色 多一點點 然後呢 打開之後 裡面是黑色的 裡面是黑色的 然後小羊皮的質感 挺好 裡面有一個 就有一個小夾層 跟有一個拉鍊 然後呢 有薄 然後因為我剛好手邊 也有一些 中夾跟短夾 所以可以放著給大家 就是參考比較一下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放手機 放不放一下 XR 是放得下的 但是我沒有妝殼 所以應該是剛剛好 不過因為他是新包 如果說你拿久了之後 其實會撐開一點點 其實就很鬆了 基本上應該是妝殼 除非你妝殼很誇張的 不然其實妝殼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我現在來試看看這個中夾 放不放進去 中夾也可以耶 但是 放進去之後就滿了 整個大滿 所以 頂多放對口紅吧 然後我來看看 關不關的期待 好像有一點 要努力控 欸好像關不起來耶 我覺得也關不起來 是擺的下去 但是把他關不起來 好把他放棄 中夾拿起來 然後 可以 看看能不能放上這個 我喜歡用的短 零錢包 這個零錢包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可以放交通卡 我覺得滿方便的 他這個可以站著 等一下先看合不合得起來 應該其實兩個也都可以耶 這樣子兩個放進去也都可以 可以就是你上面不要放太滿 因為他需要這樣子扣起來的話 上面是需要收起來的 這樣子 然後他鏈子啊 是比較 是比較粗一點的 另外拿粗 另外拿那個 他們新款金珠的那個 放胖子 跟大家比 給大家比較一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經典的放胖子 然後這個是金珠放胖子 他們兩個 剛好我手邊都有 所以呢 就想說來拍一個視頻 拍一個影片 然後評比一下他的不一樣 首先呢 我們先從他的外型來看 他的外型呢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的皮革其實有一點點 不一樣的 這個不一樣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從觸感上面來感覺 他就是經典的放胖子 我覺得好像比較 蓬一點 然後呢 這一季的季節款的金珠放胖子 他這邊有一顆這個 金珠放胖子呢 他好像沒有那個那麼蓬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底部 你看他的底部 這個的底部是沒有那個蓬蓬的 就直接是這樣子平的 然後呢金珠放胖子 他就是一連個 就一整個包都是 一體成型 就是都是這種 會蓬蓬的這個 的感覺 小羊皮 對 然後後面上 後面來說呢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就是唯一的差別 就在於 這個比較 這個沒有 經典款的皮革 來得那麼蓬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可以 看一下就是 他這個是蛋金色 可以從這邊看一看到 這邊是蛋金色 然後呢 這個就是物金 復古物金色 可以從 鏈帶這邊看得到 所以呢 兩個也可以比較一下 那趁著就是在 在比較 這個 金屬的 色澤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看得到 就是 經典款的 方胖子 他的 肩帶是比較寬的 然後呢 金豬款的方胖子 他的鏈子 是比較細的 那再來的差別 就是說 今年款的鏈子 就是不能調整的 就是固定長度 然後金豬方胖子的 他就是可以 這樣子 而且這邊還有一顆 這個很可愛 上面也有一個小LOGO 他就是可以調長度的 對 這個設計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很棒 而且就是有一個珠珠 覺得非常的特別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先看 經典款好了 就經典款啊 他打開之後 裡面是黑色皮革的 然後呢 有一個 有一個沒有拉鍊的加成 一個有拉鍊的加成 然後裡面有寶卡 就是裡面整個都是黑色的 可以看得出來 那邊是 雷射鏢 OK 然後這邊的扣子也是固定的 側面 他側面這個也是扁扁的 就是皮革 只有前後 蓋子 是有蓬蓬皮的 這樣子的感覺 好 然後呢 再來是金豬的 金豬的話呢 他打開 就是他整個包包都是 呃都是 呃 膨膨皮革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軟一點 然後他裡面是金色的 夾成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 呃沒有拉鍊的夾成 然後一個有拉鍊的夾成 這樣子 然後 這邊的設計也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 有可能他鏈子會比較細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關係 因為你看啊 他鏈子那麼細都已經要那麼大顆了 如果鏈子再粗一點 不就要更大顆 所以可能為了就是設計上的這個 這個 球球的設計 讓他可以有調整 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現在就來試杯給大家看 我先試 試杯經典款的包包子給大家看 他的長度是比較 就是剛好 我覺得是剛好的 算稍微短一點 然後 畫面還是 呃金珠的話 最 呃現在是金珠最長的樣子 金珠最長的就到這邊 其實也OK 不會太長 然後 呃 調整 如果想要調短一點 就是可以 韌條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這個珠珠的 垂墜下來是一個造型 他好像要 一個樹這樣子 好 我再把它拉到最長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的那個就是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洞洞也不一樣大小 其實沒有插合 這樣 一點點 看得出來 長度 不一樣 然後如果 肩背的話 就很明顯 他是比較短的 然後肩背他就比較長一點 金珠款 但是他可以調整 然後呢 呃這個如果說你想要變成短袋的話 就只能用 就是那個 扣子 有賣 淘寶的那種扣子可以扣起來 就變短 或者 欸其實他也不用變短 然後或者是你就只能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把它變短 就像金珠的話呢 你如果像側背這樣子有點長 就直接把它調短就好 對 那如果想要變成 變成短背 大概就這樣子 或者是 就是長度你就是可以韌條 然後把這一點 把這一個 就是收進去 你可以收 可以不收啦 對 如果覺得他很礙事就不收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可以把它變成 更短一點的手提 手拿袋 手提包 然後呢 因為我就是在網路上面看到也有人就是 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腰包 不知道冰腰包會不會覺得有點太大 會嗎 然後腰包這個一樣可以放進去 好像還可以再把它長一點 就是大概是這樣 會不會覺得有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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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應該就是會拿它來 那我最近就是 其實我很擔心的點就是說 它的背帶是煉帶 然後我就覺得會 會覺得怕很痛這樣子 但是呢 我想說可以拿那種就是 現在不是很流行那些推力嗎 把它綁一圈 然後讓它上面有一個 類似 一個墊的 Cushion 的那種感覺 就好了 今天呢 就來 我就順便也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好了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就是 幫朋友買過很多個這個小箱包的 放膀子了 那我個人認為說 不知道是因為看的比較多還是怎樣 雖然它就是比較經典 但是因為我已經有另外的 就是我已經有Chanel他們家的 經典款的包包了 所以呢 這一款我可能就 我就不會選 再選經典款了 我就想說 那我就是會選這種 比較季節款的 因為其實它跟放胖子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只是 但是小細節上來說 又有點不一樣 小小的巧思跟設計 雖然說金額上貴蠻多的 但是我想應該就是 不管是皮革啦 還有它這個多便的那個 背帶啊 就是也是有加分的作用這樣子 那我在想就是 這一個可以調節長度的 算是Chanel的包包裡面 算蠻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以前就是頂多就是兩個孔 然後你可以拉長 變長變短這樣子 那這個的變化的 可能就是更多變化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以它的特殊性 還有它可做變化的 就是那個價值來衡量的話 我是覺得是值得的這樣子 對然後 但是它又外型看起來 又是放胖子的經典款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會離經典款 太遠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又有小小的巧思 所以基本上呢 就外型整個看起來呢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樣來的 對純粹就是它可以又可以做一個小變化 算是 我覺得現在算是放胖子的進階版吧 對你們覺得呢 OK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如果呢 你們喜歡我的 就是包包的分享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的話 就會通知你們 就這樣 掰掰